啊,頭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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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現在我看到呢,一個雲啊,這樣啊 嗝嗝到前額了,嗝嗝到前額了 為什麼嗝到前額呢? 因為我們對這個不了解嘛 對這個不了解的時刻就不知道範圍在哪裡 一塊嗝這個,一塊嗝那邊 你如果對它了解的話就知道在哪裡 那些定位者就不讓它嗝到了 不讓它嗝到自己的頭了 也就是說要知道天上有肺結在飛 肺結在飛的時候形狀形狀的 會形狀很濃的很濃的雲 像固蓋一樣在頭上 如果你知道它方位的話就注意了 不要嗝到頭,就不會頭痛了 這裡有象徵意義的,象徵意就是說 你了解它,你就沒事,就這個意思 哦,明白了 原來是那些學者的贏是非得引起的 非得引起的,既然非得引起的話 既然我知道剛才那句話 就知道了以後就可以避開 那我就把它抬高一點,把銀抬高一點就靠不到頭了嘛 對,這也是一種方法 一年把那個銀抬高一點 也就是說,從他們之間爭取互動以後 這個問題就解決了 好,知道了 好,再見 謝謝